解读名画 今天我们解读保罗赛上的名画 保罗赛上和樊高以及保罗高庚 共称为后印象派画家三大巨匠 保罗赛上是一位著名的法国画家 他认为自然界所有的物品 都可以由圆柱圆等等 三种解构组成的艺术主张 他的名言就是要用圆柱体 球体 圆锥体来处理自然界 保罗赛上出生在普罗旺斯地区爱克斯 他开始要往绘画方面发展的时候 一开始父亲并不支持他 所以他后来就离开家乡要往巴黎去 后来他父亲妥协了 就转过来支持他 他第一次完成个人展览的时候呢 保罗赛上大获成功 也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但是为了要提高自己 后来他远离了巴黎 最后他生命的结束是这样的 有一天赛上在田野工作的时候呢 遇到了风暴 又工作了两个小时之后 下了一场轻捧大雨 他决定回家 但是在路上呢 不幸晕倒了 被一个好心的司机带回了家 清醒过来之后 几天之后 他就死了 死于肺炎 这就是保罗赛上的一生 保罗赛上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语 他认为啊 画画并不意味着盲目的去复制现实 也就说画画不一定要画得很像 画画意味着寻求各种关系的和谐 这句话要我们好好的去揣摩 所以呢 从赛上开始 西方的画家就从追求真实的描绘自然 就开始转向表现自我 一开始是要画的真实 画的很像 后来呢 慢慢的绘画的风格呢 从画的很像 转向为要画的 把我的意思画到里头 把我的创意 把我的想法都画到里头去 开始通过画来表现自我 所以呢 就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流派 形成现代绘画的潮流 也因为他这样的观点和做法 现代人呢 尊称赛上为现代绘画之父 也就是说 现代绘画之前呢 大家追求的是画得很像而已 这是赛上画的画 叫圣维克多山 圣维克多山 他住的小屋啊 往外望 就可以望见整座的圣维克多山 画家住在哪里 他一定会留下关于那个地方的画 这是很自然的 所以他画了几十幅的 圣维克多山 这些画 比如说右边的这幅画 天空是蓝色的 蓝色是我们对当时空气的一种印象 另外呢 你看这些树木 房舍也好 高山 流水都好 这个环境 圣维克多山 让我们看到坚定坚实 看到秩序中的美 这也是赛上画的 玩纸牌的人 赛上是敏感易怒的一个性格 但是在这样一幅画里面 在这样一个地方 赛上的注意力是不被打搅的 因为这两个人专心致志的在玩他们的纸牌 不在乎你是谁 每个人都专心致志 可以放松安静的 在那个里面 在那个空间里面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人在意你是谁 或在意你的背景 你的身份高贵 卑贱如何 都不在意 所以你的注意力 可以不被打搅 在这里可以放松安静 玩纸牌的人 或许这就是赛上 所向往的一种生活 做好自己 专注的做好自己 那这幅画呢 现在在巴黎奥赛博物馆 在赛上生命的最后十年 赛上经常在他的书信里面 提到死亡 他说对我来说 生活已经开始如死一般的单调 甚至他说我还是死了好啊 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加深了他对死亡的沉思 头骨金字塔 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画作 汇于1902年 头骨堆成金字塔 这表明人人都有一死 每个人将来都会留下一副的骇骨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还有审判 所以人人都会一死 赛上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么多的头骨堆着 表示人人都有一死 但是看到这幅画呢 又让我想到什么呢 想到中国一句话叫 一将功成万古枯 也就是说很多人的成功 是建立在很多人的牺牲上面 但是真的一定要如此吗 难道没有双赢教育三赢吗 好像我们父母教育儿女 难道就要父母牺牲吗 当然一定包含牺牲 可是儿女改变 父母也在改变 所以我们提倡的是双赢教育 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为何不会不可以是双赢三赢呢 对吧 所以呢 一将功成万古枯 虽然这在历史里面是个现实 是个事实 但是我们要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不过呢 这堆砌起来的头骨金字塔 代表人人都有死亡 哪怕在金字塔顶端的皇帝 他都会死亡 所以秦始王寻找长生不老药 最终是要绝望失望的 好了 那赛上作品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刻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其他著名画家的绘画著作 谢谢大家 再会